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轮台县等地最后流入萝卜泊 但是由于农业建设的一些需求 现在孔雀河里的水全部流入了大西孩子水库 从大西孩子水库再进入塔里木河 最终流入还是塔里木河 我们在这个孔雀河边上呢 我们也转转拍了拍看了看啊 来来往往的市民呢是不少的啊 做一些运动呀跑跑步呀散散步啊都有 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永安塔 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把车停在这个塔周围的路边上都可以停下的 我们说完这个永安塔还有孔雀河以外以后 咱们就可以发现库尔勒市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 除了今天呢 早上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可能有点浮沉 但是你看呢 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城市建设的也非常快 高楼林里而且的建筑这些都有 再一个 就因为它这个孔雀河呢是穿城而过 所以说库尔勒市呢被称之为离城 也可以被称之为桥城 为啥呢 因为大大小小的桥就有42座 光形成桥就有十来个 我们所在的就是燕吉二号桥 然后那个边上是燕吉一号桥 这个桥呢就把库尔勒市的老城新城连在一起 把这些老百姓们的生活也连细在了一起 好了 我们顺着台阶上了这个永安塔的大门边了 九层 在网上的时候有网友也跟我说呢 胖子哥你去不去九层一塔那 因为我是头一次来库尔勒 我在讲九层一塔是哪一个 然后我在网上也找了找 然后也问问别人 就是这个永安塔 好了不跟你们说了 我现在转转看看 我也过过眼影 等会再带你们过眼影啊 我走过多少地方 最美的海是我们新疆 牧场的草堆 鲜花盛开 杀枣树这主料 鲜花盛开 刚才呢我们从后边这个永安塔 从这边一块过来的时候 到了这个红眼光场 自己有一个芬帆建筑 我们在这边拍了照 然后在这边转转也了解了一下 对吧 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 下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先不告诉你们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记得关注遇见新疆的你 继续支持新疆胖子哥 带女了解最真实的新疆 今天呢 快乐之鞋 在这个地方结束 明天还有啊 我走过多少地方 最美的海是我们新疆 最新幸福的方向 爱一路的长 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姑娘的眼神幸福的方向 静静挑拔可恶的海洋 让你聚在人间天堂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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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